苗栗仙议员郑秋风为民喉舌超过30年 至今已经担任7届的仙议员了 今年荣获内政部资深基优 这个民选地方公职人员内政专业三等奖章 县长和议长是共同来颁赠公再丧子匾额 肯定他为地方的用心付出 把握临时会完成二三读的机会 县长需要昌议长总统景亲自在议事厅 颁证公再丧子匾额给县议员郑秋风 在场议员们也群体庆贺 郑秋风民国75年当选后容正名代表 之后转载县议员选举 先后当选7届议员至今 始终秉持主妇热心奉献 及实在认真的精神为民服务 做人要实在做事要认真来服务丧子 期间我所服务的项目不胜没局 而且从政之道所在青年 我是红包没收你不收的 所以我选举可以说比一般人比较好选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祖父以前装那个机桶 就是没有收红包没收你 那是六四十年前 他这么贫困的时候都没有收红包没收你 我们是他的子孙 我们收到他的避孕 所以人家说积善人家有余性 我们就这样秉持的精神来做事 郑秋风在基层服务超过三十年 举凡教育建设 地方建设 交通会刊 排水工程 环境整治等皆亲力亲为 并成立苗栗好生活协会 这套要包捐款 照顾老弱妇如禪 对地方的贡献有目共睹 县长议长给予高度肯定 赞许他是明代典范 本身做事情非常的稳重 而且踏实 所以深受民众基层的肯定 然后顺利的一直在连任 那今年到三十个年头 那么最重要的也受到内政部的一个表扬 在他的身上可以找出很多 这个身为一个民意代表 学习的一些的典范 他的为人处事跟在议会三十年的功力 问证真的是非常的到位 然后服务选民的工作也做得很好 当然我们也希望议会所有的同事 大家都可以秉移职责 认真意识 还要做好服务选民的工作 荣获资深基优民选地方公职人员 内政专业三等奖章 郑秋风 千春是相亲给他机会 未来只要体力精神许可 他仍会一本初衷 竭尽未免服务的职责 適合 中文字幕——YK